大概要在防疫要再升級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準第三階段的防疫工作 好 非常感謝媒體朋友們 還有收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共媒體關心台北市疫情的因應會議 那因為本土的疫情升溫 而今天本土確診高達16例 還有北部很多的縣市都出現了不明感染源的社區感染 已經符合了防疫第三階段的管制 台北市宣布即刻起進入準第三階段的防疫工作 我們先請柯市長致詞 本土疫情升溫 今天本土確診16例 大概是台灣在新冠肺炎 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所以大概要在防疫要再升級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準第三階段的防疫工作 因為第三階段它影響層面太大 所以我們就開始逐步再往上移 第一點台北市政府主辦的活動在6月8號以前都取消 然後我們要開始嚴格執行公署的實名制 所以從市政府大樓開始 明天進出就要實名制 所以一般只有身份證後面少條碼 或者是台北通 或者說你有這種有實名認證的卡片 比方說公務員的卡證或是學生證 所以要開始嚴格實施這個實名制 明天從市政府大樓開始 然後隨著我們的準備狀況 逐一推到其他的公署 衛生局方面 大概我們要專責意願 要更嚴格的徹底之間分艙分流 然後開始預留床位 萬一有病人要使用病床的時候 才有足夠可以使用 所以要開始預留空床位 防禦旅館再增加200床 要作為隔離處所之用 因為要作為集中檢疫的 這已經超過我們原來在建坦救國團的容量 所以我們要大概先再準備200床 這次很多北部確診的個案 都曾經到中南部近鄉 在這鄉客大樓有共餐同住 傳染風險相當高 所以從現在開始 宗教相關的群聚活動 應該要停辦 特別是有參加過的民眾 如果覺得身體有益 要做好個人自主管理 然後盡速就義 因為整個疫情的狀況 在短短的時間進展太快 超出我們原先設計的防疫戰略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開始援育提升大量快摔的機制 讓我們的第一線的醫院 能夠更快的 來判斷這個似乎是新冠肺炎的感染 因為整個防疫的戰術 概念可能要改變 好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請黃副市長來為我們講一下防疫的細節 我想剛剛市長講的就是主要是第一階段 我們這個準備的所謂準第三階段 市府活動6月8號以前的活動 原則上市府主辦的都取消 市政大樓明天起全面實名制 用身分證獲台北通 比較重要的是機關的同仁 我們會啟動異地辦公的機制 我們去年已經演練過一次 另外是衛生局的部分 就剛剛市長講的 和平醫院的部分 我們會做到徹底的分艙分流 也就是他們的值班同仁 在隔離病房的 不會跟其他的門診或其他的病房有混用 所以這部分會徹底分艙分流 另外我們也會把醫療物資跟空間準備出來 目前為止清出77個空床 準備可能的大量的病患 那我們剛剛也會提到說 我們會嚴育提升大量的快篩機制 那這也是希望提升 我們一般的基層醫療院所 他們的鑑別的能力 第三個部分是市政府的民政局 我們目前為止公有場館 還有台北市的公有場館 就暫停租借 也就是活動的部分請暫時取消 那宗教的部分 我們是建議有群聚的活動都建議停辦 社會局的部分 社區關懷據點目前為止是停辦 老人服務中心也不開放 那教育局的部分 早上的重大考試 跟接下來有一批的教室徵選 不過它也是類似考試 所以只要是一間教室裡面不超過一百人的 我們還是會比較會考的規定 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教育局其他的重大活動 都已停辦 交通局的部分 有關防疫計程車我們現在有15輛 我們現在在研議擴充它的量能 接下來這些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的人 大量的增加的話 可能有更多的需要 就醫的需求 他們的防疫計程車的需求會變大 那我們也市長也指示說 防疫計程車的駕駛我們會 在施打疫苗的部分 協助它免掛號費 那我們現在正在研議防疫巴士 因為像上一次 像上一次俄羅斯芭蕾舞團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大量的車 移植這些相關的人員 那我們現在因應可能大量的居家隔離 需要到我們的居家隔離處所 這個部分我們會研議跟業者討論 成立我們的防疫巴士 那最後是體育局 體育局的部分 我們希望目前所有的體育活動 都延後或停辦 那官傳局 就是剛剛市長說 我們會徵用了一家的防疫旅館 會有200個空房 因為我們的安心檢疫所 現在也已經快要而滿 所以我們接下去 因應大量的居家隔離的人 人員的話 我們會啟用這個備員的防疫旅館 來作為隔離的處所 以上 請問一下 敬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